据说这些部门全部都是姓张的人在管理 你们四川市政府的人员难道都不了解熊猫的内部管理人员 属于哪个家族的了吗 上到张安居教授 下到饲养员 到野外培训员 什么张卡卡呀 什么张响啊 什么张念啊 什么张志忠啊 张兴啊 这我们在网络上我们听到的这些长安大熊猫的姓名 已经一大堆了 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一个家族产业啊 这是一位大姨打给成都市12345热线的投诉电话 大姨想控诉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被姓张的控制了 把他能收集的姓张的名单全报了一遍 大熊猫张卡 张响 张念 就这样变成了控制熊猫中心的专家 要怪都怪张卡的名字太具有迷惑性了 哪有熊猫姓张的 网友被这位大姨笑昏过去的同时 开始接力玩梗 胡说八道 猫粉开玩笑说 张卡一家的确是控制熊猫中心多年 这位女家长利用植物之便 把女儿张响和张梦安插进野陪组 这两个女儿在野外占了很多地盘 同时 张卡把二女儿张念安排到了避风侠 为了避嫌掩人耳目 还改名叫做苏珊 现在带着张小鲁 张小将 常念称霸避风侠 此外 这位有手段的外婆 还把外孙女张金山和其他家族成员 安排进卧龙神树坪基地 而她自己 张卡本雄 靠会弹琵琶和美色上位 现在带着小儿子张安安 小女儿张忠忠 在都江宴寻欢作乐 不是在深夜里家餐吃宵夜 就是在跳舞 没把草草 乔乔 汪家等其他三大家族放在眼里 在这样一本正经的胡编乱造下去 我们都要以为这些都是真的了 其实 今年24岁的张卡 如果回想起多年前 自己还是一岁小野熊 孤身来到中心的情景 肯定是感慨万千 2001年的5月8日 四川省宝新县的一位女村民在张大山 发现一只熊猫幼崽 村民把这只小熊送到了风筒斋保护站 救助人员发现它是雌姓 大约一岁不到的年纪 把它留在了保护站 张卡名字的来源有两个说法 一是说当年救她的人姓张 第二个说法是 张卡是在张大山被救助的 所以取谐音叫张卡 一般大家都采信第二个说法 张卡在风筒斋保护站长大 这是当年高高 敲远 永巴都待过的地方 2003年 三岁的张卡和敲远 三角猫戴笠一起 从风筒斋搬去了亚安避风峡基地 张卡后来大部分时间都住在这里 直到她开始生儿育女 或是带着孩子野赔 才会住到核桃坪基地 张卡来自野外 这珍贵的血脉 肯定要生儿育女 张卡生育过六次 一共有八个孩子 但是有三个不幸夭折 有两个放归野外 现在只有三个孩子 留在圈养家庭 2006年 六岁的张卡第一次当妈妈 遗憾的是 张卡的前两胎孩子都没能长大 在幼年夭折 2011年 张卡第三次生育 发情时的张卡焦躁不安 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 这次繁育 张卡和同样来自野外的白羊 成功交配 当时有一部纪录片 全程记录了张卡 从怀孕到生产到 带宰的整个过程 当时在张卡身边 照顾她和孩子的 都是大家熟悉的饲养员 张卡生下两个宝宝后 主动选择了姐姐 冲进去把妹妹取走的是 中心的科研人员吴大夫 为了保证两个孩子 都能吃到母乳 科研人员要把孩子轮换 把孩子还给张卡的 是大家认识的牟师姐奶爸 张卡跟这些奶爸 都是老朋友了 张卡的这两个孩子 有一个要担负起 放规的重任 而哪一个孩子会回到野外 哪一个留在人工圈养 是由张卡选择的 张卡的这两个孩子 姐姐的哭声大 张卡就比较多的 会抱起姐姐 姐姐和奶的机会就多 很快体重就超过了妹妹 张卡就自然而然的 总是照顾姐姐 这也就意味着 妹妹必须靠人工喂养了 一个月后 妹妹被带到了 雅安避风霞 姐姐则跟着妈妈在卧龙的野外环境生活 开始了野外培训训练 当时姐姐被请名叫做小疙瘩 妹妹一度被错认为是弟弟 临时叫做小石头 直到后来 妹妹被认定是妹妹 姐妹俩才有了大名 叫做张响和张念 身为野熊的妈妈张卡 虽然习惯了饭来张口的生活 但是野外生存的本能还在 她在野外环境里 呵护大女儿长大 野赔期间夜里下雨 张卡会把孩子护在身下 避免孩子被雨水淋湿 孩子如果被带走 她会焦急寻找 张响爬树的技能还不够 张卡不让她爬 会将她从树上扯下来 而该学爬树的时候 张卡会仔细认真的教 在妈妈的言传身教之下 张响在两岁时 身强体壮 聪明激紧 掌握了野外生存之道 2013年的11月 两岁的张响 在四川十面县的栗子瓶自然保护区 奔向大自然 成为了第一只成功放规的雌性大熊猫 这是张响离开妈妈张卡之前的 最后几天的影像 张卡让女儿在自己怀里 在吃几口奶 几天之后 这位伟大的妈妈 就放手女儿独自长大去了 让人高兴的是 2017年 放归山野的三年半之后 张响再次出现了 最近在四川 缅宁县的野乐自然保护区 湖外相机 记录到了一组大熊猫的画面 经过专家辨认 这正是三年多前 被放归的 圈养大熊猫张响 三年未见 张响已经从两岁的小朋友 变成了五岁半的大姑娘 她不仅健康平安 而且 根据捕捉到的信息分析判断 张响已有了发情迹象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会在野外找到伴侣 繁育后代 张响在野外自由生活 她的双胞胎妹妹张念 走的 就是截然不同的 另一条熊生路了 想念本来是一对 张响去了野外 张念也放下了想念 索性改了名 她跟着任养人 改名为苏珊 苏珊今年已经13岁了 是五个孩子的妈妈 并且也当上了外婆 在张响张念之后 张卡妈妈又生育了第四胎 这次是单胎女儿 因为有过成功培养张响的经验 所以这个女儿 再次成为也陪对象 接过姐姐张响的梦想 起名叫做张梦 张梦和张响是差不多的 这个跟妈妈分开的时间 这个野化培训的时间 也是基本上一致的 没有太大的差点 两年后 张卡和女儿张梦 再次延续张响的成功 两岁的张梦 大胆走向森林 也和姐姐一样 成为了山林中 自由自在的一分子 2019年 张梦放归两年后 四川缅宁县 有村民 捡到过掉落的 大熊猫追踪项圈 并发现大熊猫踪迹 这只大熊猫被怀疑就是张梦 初步人体是这个 大熊猫这个张梦 2017年 张卡再次参加繁育 但是遗憾的是 2017年的这个宝宝 没能存活 而张卡也渐渐熊到中年 大家都猜测 他应该会退出繁育 不会再生育了 可就在2022年 22岁的张卡 出现发情迹象 为抓住这最后的宝贵机会 一样是野熊基因的医保 出现了 医保卡让张卡姐姐 在高龄收获了一对双胞胎 这也应该是 张卡锋度前的老妖了 哥哥张安安 妹妹张忠忠 是张卡妈妈的老莱德子 也是张卡加以保得来的 珍贵的双眼血统 刚刚过去的8月15日 是安安和忠忠的两岁生日 他们目前还和妈妈生活在一起 安安和忠忠 是张卡的老儿子 老女儿 因为是妈妈22岁高龄生的 所以安安和忠忠 对份起高 他们俩有个 比他们大11岁的姐姐苏珊 他们出生时 他们的外甥女 苏珊的大女儿金珊 已经五岁了 在他们一岁的时候 外甥女金珊生娃 所以他们俩一岁 就说获了孙子被金珊宰 张卡守着老儿子安安 老姑娘终终生活 女儿苏珊早已自立门户 也是一大家子雄了 苏珊先后生育了四胎 七个孩子 有两个不幸夭折 只存活了五个 这五个孩子分别是 金珊 雅雅 苏锦和小鲁 小匠 这五个孩子是张卡的外孙 有趣的是 五个孩子中 只有小匠一个男生 小匠血统珍贵 外婆是野熊张卡 外公是野熊白羊 爸爸可能是来自甘肃的野熊羊羊 小匠和中心的圈养熊猫们 没有太多血缘关系 被视为是将来中心反育的重要力量 所以大家开玩笑说 小匠未来要把车座子脸在中心传遍 以后避风侠将漫山遍野 都是车座子脸 而苏珊家的大女儿张卡的大外孙女金珊 去年也当了妈妈 张卡有了第一个重孙子 正式成为太奶奶 似是同堂 而这位24岁的太祖奶奶 看上去身体健康 容貌也挺漂亮 弹琵琶的才艺没有丢 跳起舞来的风情也在 做了那么多贡献 就请尽情享受生活 好好跳舞吧 海胖的治愈细熊猫故事 小学生